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非冲突事件 那么最新的发展呢 是台湾17人调查小组 在昨天抵达了菲律宾 踢到铁板 因为菲律宾的司法部长 已经明确的拒绝台非联合调查 台湾调查团体与一名讨公道 但16号都到菲律宾家门口了 却看不到任何官员接待 但抓张的事 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竟然说 完全不知情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还是根本不把台湾放在眼里 台湾调查团明明就是拿公务前证 菲律宾却脸不红气不喘 在记者会上硬拗不知情 但对照六天前 菲律宾的态度却不是这样 余明洪世辰被枪杀 菲律宾暗选表示愿意合作调查 15号白洗礼道歉声明书上 也提到已经安排好台飞双方调查工作 但到了16号 菲律宾态度大逆转 否认有答应和台湾合作 司法部长更直接表态 拒绝和台湾联合调查 短短一个礼拜 菲律宾态度反复狂妄傲慢 我们调查团不是事前都应该准备好 而且调查团基本上事前都沟通好了吗 为什么现在到了菲律宾又被摆了一道 对于非方的这样的一个反复 我们除了抗议之外 但是我们自己现在已经要 要有一个认知 就是认知到除了网络战已经开打之外 事实上国际舆论战也早就已经开打 菲律宾滥杀台湾渔民说个道歉 东坡西脱不干脆 联合调查官方态度变来变去 在台湾人面前装疲耍猴戏 已经彻底激怒台湾人 而此时此刻 马英九特别透过了 世界国际法会亚太论坛活动 用英文重申 台湾对于非国政府的四点主张 第一个文化 第一个文化 第二个文化 財飛衝途事件到今天整整滿一個星期了 我們現在為您介紹在今天的節目來賓是台大榮譽教授張靈珍 歡迎教授來到現場 你好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菲律的態度明顯轉映了 也就是台菲聯合調查根本就不甩你 甚至是以其人之道還之其人之身 想說我們的特使來你們拒見 好那現在你們來了 我一樣讓你們吃閉門羹嘛 所以怎麼辦 馬政府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還有這個調查團有可能會這樣一直在旅館飯店待命 最後無功而返嗎 這就是我覺得這次事件 趕到馬政府處理的時候 我覺得有很遺憾的地方 因為這次事件 當然菲律賓是絕對是在錯的那一方了 那馬總統提的四點的訴求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正當 但是我們中國人說 理直氣壯 那也就罷了 但是如果理直氣和 也許會使雙方的感覺就更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說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台灣方面的輿情 不僅僅是理直氣壯 而是咄咄逼人 那在這點上頭 我覺得反轉過來 是把我們理直的這一方變成 在國際上頭好像變成理區的一方 因為就是說對方派了特使來 那代表菲律賓的總統 來跟我們致歉 雖然他道歉的整個的 這個淚函 我們也許不見得能夠滿意 或者是他們態度一直都反反覆覆 感覺就是在耍賴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面對這個國家是菲律賓 菲律賓在那個返回台灣之後 跟這個林永樂部長之間的 這個談判確實是幾度的反覆 這讓我們對他 當然失去誠信 對吧 失去誠信 但是作為特使 這個培瑞斯來了之後 事實上我覺得 不僅是我們官方 對他的態度很冷淡 那官方當然要反映 官方的這種立場 那也就罷了 可是社會上頭 我覺得是不恰當的 譬如說他去訂個旅行級的旅館 都訂不到 說客滿了 然後好不容易搞了一個 普通的旅館 三星級的住了之後 還一大早跟他說 我要整理房間 請你先離開 這個我覺得就是 不是代客之道 我們中國人說 就是說你一定要保持 這個對來客的一個尊重 對方的基本人權還是有的 所以到最後我想 我們召回了駐菲律賓的代表 然後也放言說要讓菲律賓的駐華的代表 讓他回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又見不到人 所以培瑞斯跟白希里兩個人 就是很沒面子的回去了 那我覺得對國際媒體來講 最有宣傳力的是 培瑞斯在接受訪問的是說 我如果能夠把我的心剖開的話 我就可以讓你看到 我是真心要代表我們總統來道歉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讓國際媒體會覺得說 人家是要來道歉 那為什麼你就不接受呢 當然我們覺得這個道歉 前一個人你的代表反反覆覆 我們已經不相信你了 後一個你的道歉是說 我菲律賓政府對台灣人民道歉 當然菲律賓就他的立場來講 我不承認你中華民國 所以我就不提你那個政府 但這個做法其實是很愚蠢的 因為你現在有管轄權爭議的事 是跟這個中華民國政府 你可以不稱他中華民國政府 或者台灣政府 但是至少你可以稱他台灣當局 就是我菲律賓總統 對台灣當局和台灣的人民 在這個事件上受到傷害 我表示誠懇的這個歉意 如果這樣的話我想 對我們的政府來說就比較有台階可以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處理上頭 因為我們先前的處理態度 太過於就是說不給人留退路 所以導致說我們的調查團 本來是講好的 我們可以容許他的調查團來看這個 這個被擊壞的船 情況是怎麼樣 他們也同意說我們也可以派調查團去 在他們那邊參與這個調查 原先是白溪里在這個事情上有過承諾的 可是因為我剛剛說的就是特使的這個 來台受到的這種待遇 所以變成就是說報復嘛 所以你的這個調查團來 我就翻臉了 我就不容許他跟我們一起調調查 所以教授聽到這 事實上台灣政府也陷入兩難 很難做嘛 就是說剛剛強調說 我們沒有辦法理直氣壯 因為太壯了 我們應該要理直氣和 可是理直氣和事實上 在民間在輿論 就有很多很多聲音 事實上說你馬政府不夠硬啊 趕快硬起來啊 所以我這邊不僅要問說 我們的台灣政府硬要多硬 還有軟不能夠多軟 在這個事情的處理上呢 我覺得這個事情的處理上的話 四點訴求是絕對正確 政治動作也要擺出來 非常到位 但是我覺得除了訴求之外 你還有訴求的方式的問題 那我覺得在方式上頭 馬政府做的太過就是 給人給己都沒有留餘地 外交的紛爭了 最忌諱用最後通諜的方式 去處理它 因為你最後通諜 不管是72小時48小時 還是說更多 對雙方都構成壓力 都構成焦慮 而且雙方都有說 我要在這個時間裡頭 把這個事情擺平 而且照我的意願去擺平 這樣的一個壓力在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馬英九說 我就要限你72小時 這個事項訴求 你都要給我滿意的答覆 但是你時間表不訂出來的話 那萬一菲律賓方面 就是以拖待變呢 菲律賓絕對會拖 你訂了時間表 它還是會拖 你想想看 那個香港的遊客 拖到現在還沒道歉 菲律賓政府 對啊 所以你有什麼辦法 它就是這樣一種耍賴的 所以我們拿錯的是什麼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 馬政府它最大的 就是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說 你落實你的護余嘛 事實上你可以看到 中華民國政府 不論是在釣魚台也好 在中飛重疊海域也好 或者南海也好 它對於護余這個事情 沒有認真落實 如果你今天真的認真落實了 護余的動作的話 當然菲律賓就得到警惕了 然後再祭出一兩項 譬如說限制遊客去觀光 或者是限制飛牢的申請等等 菲律賓就會感到壓力 因為你其實是有籌碼的 但是你籌碼 一口氣就我給你 就是打這個POG牌 我就跟你說喊 全部都推出去 底牌通通亮光 通通亮光 那人家就覺得說 左不外就是這樣了嘛 那我幹嘛要去 就跟你拗嘛 而且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國際宣傳 文宣做的不夠 等於說我們沒有在第一時間 像國際媒體說 展示這個證據 說在這個海域 重疊海域上頭 我們手無寸鐵的 沒有武裝的一個漁船 被這樣的掃射 然後造成人命的傷亡 即便就是說 雙方有漁權的爭議 那你可以登船 去這個檢查 你也可以說把船隻脅迫 回到你的菲律賓的這個港口 都可以你以前做過嘛 也不是沒有做過 為什麼這次要訴諸武力呢 我們如果能夠事先在國際文宣上頭 做好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事件的真相的呈現的話 我想現在的國際輿論 就不會說 把我們的對我們的看法 從理直的一方 認為我們是理屈的一方 人家都要跟你道歉了 人家都願意就是說 給你補償 不是賠償 是民間的補償了 你都不願意接受 好像是我們在無理取鬧一樣 對這個也的確是值得 我們要好好討論檢討 那麼甚至還有一些補救措施 可是剛剛這個教授 也特別提到了這個護儀 的確這次也做了兩天一夜的 這個軍艦大規模的護儀行動 我們陣仗擺出來了 那麼主權也宣示了 但是當然這種規模 不可能是天天都有的嘛 因為成本實在太高了 所以在這個激情過後 總要回歸常態 所以如果說要長期護儀的話 包括了很多政治人物 也都做出了這樣呼籲說 政府要長期護儀 那我們是不是也要做好 要長期買單的心理準備 我想是一定要的 因為其實你說這個魚 魚它有迅旗嘛 比如說像現在的說 不是捕這個黑尾魚嗎 黑尾魚就是在四月到六月 所以你護魚其實最主要的時間 就是在這個季節裡頭 保障漁捕魚 台灣漁船通通去了 對了 你只要有你的海巡艦隊在這個周遭 那菲律賓人就也不敢輕舉妄動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長期護儀是可以做的 那你跟這個魚巡能夠配合 魚巡期的時候 那你就是分配一下 這個海巡的艦隊 還有這個海軍的船艦 怎麼樣的互相的來支應 我想這個成本是一定要付啦 你如果不付這個成本的話 我想也許我們補的魚 沒有這些長期護儀的措施的收穫來的高 可是畢竟就是說你一個政府建立的就是說 你要能夠一條人命 你都要不惜代價的去捍衛嘛 所以這個事情我覺得是一定要做的 你可以節省其他部分的費用 但是這個費用 這個錢是肯定要花的 肯定要花的 因為這是長期維護台灣漁民的權益 那麼當然這個護漁行動也好 或是聯合操演也罷 對我們來說事實上都是手段 那目前最重要當務之急 就是要逼得菲律賓坐上談判桌 達成漁業協議 當然另外一方面呢 這件事情在國際輿論上的 說清楚講明白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麼明明是非被對錯擺在眼前 但是為什麼國際輿論這一回 卻倒向了另外一方呢 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稍後回來針對這個部分深入點評 歡迎回來時事求是帶您掌握全球進行事 明明是菲律賓槍台灣漁民 台灣對菲律賓祭出制裁之後呢 國外民間輿論竟然倒向了菲律賓 好有民眾就說呢 當他們閱覽國外新聞網站的時候 發現了這國際輿論竟然是倒向了菲律賓 甚至誤以為台灣漁民有錯在先 還要霸凌非國 這些民眾氣得怒哄外交部魏靖澤 在國際間說清楚講明白 那麼現在他們發起了自主組織 也就是鍵盤心戰 用廣大型號千瘡百孔的照片 還原台北衝突的真相 而且還要翻譯成世界各國的語言 發布在社群網站上頭 好的確這個是非對錯擺在眼前 但這個國際輿論卻倒向另一邊誤解台灣 台灣是悶虧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該檢討的是什麼 還是哪些環節我們真的做的不夠 我覺得是有做的不夠 第一個在國際文宣上頭 我們沒有太用心 因為我們把新聞局裁測掉了 現在有一部分變到外交部 可能外交部之間的磨合 還沒有十分的到位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對國際媒體來呈現事實的真相 可能確實是做的還不盡善盡美 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的空間 這是其一 其二我覺得台灣自身的社會 要做檢討 因為事件發生一個禮拜以來 我們看到台灣的民間到各個媒體 可以都是一面倒的 就是很民粹的 對菲律賓人發洩他的怒氣 那遷入到在台的工作的飛牢 或者是留學生等等 那麼甚至於連飛牢去買便當 他就說我不賣給你 所以會讓菲律賓人覺得在台灣 留下來感覺到蠻恐懼的 他們的雇主也跟他們講說 你們不要出去 出去的話不要說你自己是菲律賓人 所以這樣的一種情形 對台灣自詩說 我是非常尊重人權的一個國家來說的話 那是一個反正嘛 對不對 所以我想菲律賓人 他們也很會運用這個媒體 他們的這個手機網路 都是非常鮮熟的了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覺得反而是有理的 變成了是沒理的了 因為國際社會它不清楚 這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把圖片 把這個受槍擊的這個船隻 還有這個死亡的人的這個情形 PO上網上去 然後跟國際媒體說 在這樣的一個有爭議的 這個專屬經濟區裡頭的海域 進行漁補 那你是不是 即便說是你認為不恰當 那你可以用恰當的手段來處理 你不用對一個手無寸鐵的一個漁船 來進行這樣的大規模的軍事的掃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自己要反求助己 為什麼會這個情勢逆轉 變成這個犯錯的 倒成了是正確的一方 受害的反而成了是不正確的一方 對在這邊我們也是還要不斷的在呼籲 就是臺灣民眾千萬要克制要解制 不要牽怒這些在臺灣的飛牢 那麼當然我們說任何情緒都不能夠 凌駕於專業 但是說到了專業 外交部真的是不是做的不夠 我認為說你除了這個公布漁船 淡黑的類的照片 事實上不夠的原因是說 是不是還要凸顯 比如說非國根本就是違法 違反了國際法 這個部分肯定要說清楚 還有另外這過去30多年來的一些紛爭 包括了菲律賓欺凌 臺灣漁民的事實 你也要講明白 那必要的時候 應該也要開國際記者會 就是說你要不斷的強調 我方的正當性 這些通通應該都是外交部 或是臺灣政府該做的 不如老是靠網軍網民 對我覺得你講的非常非常的有理 這件事情我覺得 由這個外交部出來 或者是由這個馬總統親自出來 召開一個國際記者會 一陣視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成績不夠的話 可能國際媒體還沒有那麼關注 所以如果馬總統能夠自己出來 站在第一線上頭 開個這個國際記者會 那向國際社會說明 他為什麼要求 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頭 這個四點訴求 菲律賓都必須給予我們一個 滿意的答覆 原因在哪裡 就不僅僅是這一件事情 就是你說的 這麼幾十年來 除了我們這個廣大新的事件之外 2007年的像滿春意的事情 對 你也霸凌我們的民營 你每一次就是在有爭議的地區 發生了這種於是糾紛的時候 你總是要不就是沒收我們的漁獲 又就是海盜行進土匪行為 拘留我們的船員 有時候甚至於是在水牢裡頭 你知道 這是非常不人道的 這些都應該通通的公諸儀式 所以這個是累積到了 累積到了一個臨界點了 所以這次就是爆發出來 整個社會也好 或者是我們政府也好 就變成說 覺得說受傷太重 所以如果你菲律賓不給我一個公道的話 我沒辦法跟你善罷甘休 可是國際媒體 國際社會它並不了解這個情形 以為只是這一個單一事件而已 所以我覺得講清楚說明白 對於國際社會了解我們的 受害的一個情形 我覺得是有幫助的 另外一方面 這也透露出一個警訊是什麼呢 其實從這個事情上面也看得出來 菲律賓他們的小動作不斷 也就是說他們很會在國際媒體上的一些宣傳抹黑 而且主要是抹黑的手法 所以這個部分台灣是千千萬萬要提防的 尤其非國政府他們甚至把這一次定調為是 因為台灣政府的大動作 主要是要搶救馬英九低迷的民調 他甚至把國際輿論導向在這一塊上頭 所以說這也是我們台灣政府真的是要眼睛放亮一點 然後真的是要小心營運的 我覺得菲律賓他在這一次事件裡頭 他的外交處理可能也不錯 因為首先他跟美國的工作做得很好 那再加上他跟美國之間有這種歷史的淵源 有這種殖民被殖民的這種關係存在 現在還有這個協防條約的存在 所以你看第一事件裡頭 美國國務院的這個反應 是好像就是說各打一巴掌 就是說這個事情 加害者和受害者 受害者一視同仁 一視同仁 你們自己去好好的解決 那記者一直追問說 那我們是受害的一方 你怎麼這樣子說 他說我不先預設立場 他完全回避掉了 這個就是說菲律賓的 對美的外交工作到位了 我們是沒有 之後我想我們才去做彌補 之後做彌補你才會看到 有兩個眾議院的國會議員出來替我們講話 說菲律賓應該要成兄賠償 因為這個事情是很明顯的 可是這顯然就是說 一個行政部門的發言人的談話 跟國會議員的意見 你知道它其實是不對稱的 對 其實是不對稱 因為國會議員的這個影響力比較有限 沒錯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確實是 在對美的工作上頭做的是 非常的就是說細膩的 那我們來講的話 我覺得其實事件發生之後 我們看到馬英九他頭一天 8號發生事情 9號你沒看到他採取什麼了不起的動作 據說美國壓力就已經來了 所以事件發生之後 可能惡人先告狀 菲律賓就已經去告狀了 那我們反而承受到美國極大的壓力 說你要這個和平解決這些衝突 所以到後來因為輿情憤慨 所以馬英九才會變成硬起來了 那他也不得不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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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起來 那我想在這次事件你說 馬英九有沒有可能說 藉一個外交的這個衝突事件 來轉移他低迷的這種民意的支持 我當然也不敢完全排除 但是我想如果你沒有菲律賓這個機 就是說攻擊我們的漁船 武武裝的漁船的話 那马英九也逮不到这个机会 是啊 是不是 所以你菲律宾不能够这样子讲说 这个事情是因为马英九的炒作 那是有一个炒作的事实在 所以我们来说菲律宾动作 小动作不断 你可以讲难听一点耍剑招 就是说他其实就是不断的 在扭曲抹黑用这种手法 在国际上放话 他们是不断的在反反复复 如果你硬了他就软一点 如果你稍微软一点他就硬了 那如果说是国际上头的 舆情对他们有一点偏袒 他就更硬了 所以像现在的话 我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调查团 去了那里能不能够参与 或者是最后是无功而返 好 我们看到的确 这个菲律宾没有诚意 那么态度又反反复复 而我们的马政府也硬起来了 打算祭出第三波的制裁 只是这个制裁呢 会不会是个两面刃 伤到了对方也伤到了我们自己 我们稍后回来深入讨论 时事求是带领掌握全球进行事 菲律宾媒体马尼拉公报 在今天指出 非国已经完成了调查报告 那么冲突的原因呢 在于台湾渔船先越界 而对此呢 菲律宾总统府在中午的 类型记者会上也表示 官方不愿评论媒体报道 而是否两国联合调查 一切尊重非国司法部长的意愿 只是呢 这个非国司法部长之前表态 不愿意台非联合调查 所以看来我方调查团到菲律宾 目前恐怕还是一个破局的状况 而菲律总统府也强调了 提出了三项看法 那么第一点是不希望冲突事端扩大 第二是针对台湾抵制非劳 影响菲国劳工申请输出 菲国政府正在寻找其他的海外市场 消化劳工输出的压力 第三点 台湾云船是否有挑衅菲国公务船呢 菲方的态度是 如果没有越界 就不算挑衅 雨待保留 好我们看到了 这个在菲律宾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报告 出来是媒体做的 好那么在台湾这边呢 我们的外交部也不排除要提出了第三波的制裁 包括了断航实弹演练都是可能的选项 连着两天接见国际法学会 马总统周英文并用向国际发声 实在是菲律宾欺人太胜 总统府再度重炮回击 非方罔顾事实不能接受 这栋武器扫射愚民的行为 说是在执法过程当中 非蓄意的生命的损失 我们觉得它是刻意在淡化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道歉赔偿逞凶谈判 菲律宾没有一项做得到 马政府成立了对非制裁小组 第三波反制叙事待发 不排除断航实弹演习 下午五点钟外交部可能正式对外公布 如果公务船用自动武器去扫射 没有武装 而且也没有挑衅的渔船的时候 那个已经不是执行公务了 那个是冷血的谋杀 菲律宾从道歉没诚意 到台湾调查小组处处碰壁 傲慢解毒枪击案是非蓄意行为 菲律宾一错再错 我方第三波制裁箭在悬上 好箭在悬上的制裁行动呢 可以说是一坡坡 那么这个行政院长江一华也出面 喊话了说恐怕要长情抗战 只是教授我要特别请教您的事 就是说接下来台湾手上 还握有哪些筹码 我们还有牌可以出吗 我觉得我们在第一波就寄出了 三项制裁 第二波八项制裁 就已经实际上 十一项制裁 我们能想到的筹码 都大部分都已经寄出去了 现在第三波要制裁的话 除了断行 就是不谈这个行约问题 那就是实弹演习 但是断行 其实所有的这个制裁 都是说双面认 只是说他受伤比较重 还是我们受伤比较重 还是他三个六七分 我们三个三四分的这样的问题而已 那至于说实弹演习的话 其实只有升高这个区域紧张局势 对问题的解决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件里头 其实台湾方面 就是我们政府方面 还有老百姓方面 其实不应该受到 这种民粹的这种情绪的 煽动的影响 那转嫁给政府太多的压力 一定要他在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才能算是这个事情 可以画个据点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冲突 你如果不希望用武力来解决 事实上两方面我想都不希望 对不对 而且是相关当事国第三方式 是这个美国人 因为他在这个地区 有安全利益在 他就是要叫你们 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还是得透过外交管道去解决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事件里头 马政府召回这个驻菲律宾的代表 事实上我觉得是太快了一点 那同时又放话说 我要让这个菲律宾驻华的代表 这个就是让他离台 结果他真的就走了 所以现在事实上 当然两个代表处都还在了 可是代表处没有领导者 意思就是双方沟通的管道 我觉得是 目前门关了 对 目前门关了 这个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我是感觉到就是说 大家一直怪外交部 说你很软弱 你怎么他反反复复 你还好像还帮他去缓霞 其实不是 外交其实你要想得 外交的灵魂就是谈判 所以谈判一定是要一来一往的 那因为你把时间限得那么严 一定说半夜12点 你一定要谈完 可是很多问题 你越有时间压力 结果出来的这个方案就越不好 因为对方就是有时间压力之下 他就静静退退 静静退退 到最后退到一个第四个方案 是跟第二个方案差不多 第三跟第一这个方案是比较好的 所以结果是搞了一个最坏的方案出来 他既不就是认真的 诚意的道歉 而且他也不愿意赔偿 甚至于就是说在谈判方面 他也讲的模模糊糊 只是说愿意谈 但是怎么谈 谁跟谁谈 他都不讲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错在就是说 你太想快速的解决问题 结果就是我们中国的老化 欲速者不大 所以现在是双方面 失掉了这个外交沟通的管道 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事情快速落幕 我觉得是很难的 因为谁要先让步 现在大家都僵在那里了 梗在那儿 所以这样一话才说 我们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 加上我们的对手是一个 出了名的这个 难缠狡猾耍赖 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连背后有中国大陆撑腰的 香港的人被杀 他都拖在那儿 那你台湾这个事情 他当然也拖在这儿 所以你制裁菲律宾就是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就是在经济上头 切断他们很多的利益 第二个方法就是在这个护鱼上头 你真的是让海巡署的舰队 跟军舰能够配合 你让它没有这个空子可以串 所以这个我觉得才是最要紧的 所以我觉得马政府 限人家最后就是通牒 72小时要如何如何 或者是召回这个 双方召回各自的代表等等 我觉得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 最聪明的办法 所以面对纵观这场南海危机 我们可以说看到马政府 他所谓运用的外交手段 显得是捉襟见肘的 甚至刚刚教授也认为 搞不好菲律宾处理的还比较好呢 他们还真的所谓有一些些外交手段 在运作对不对 好 马政府这边先是措施先机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一路十分连连 那么因为面对了这个民怨沸腾 众怒这一回才硬起来 好 可是现在我们当然 我也不希望看到 就说什么民粹啦 甚至其实台非双方的政府 都已经一路暴走了 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态势 激情演出事实上是 没有办法解决目前的僵局的 那所以最后还是必须要 完全是回归到 所谓用外交方式来解决 因为这件事情是不是 越拖下去 真正不利的是对我们 对台湾越来越不利 我觉得是对我们不利 因为我觉得政府也好 民间也好 没有正确地教育我们的社会 我刚刚谈到一点就是说 谈判是外交的灵魂 你要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去谈 你不能给它献说 你知道一丝世界大战怎么爆发的 就是最后通牒嘛 那大家都焦虑嘛 对不对 到最后就是一个错 我非做决定不可 所以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了 所以我觉得外交就是要谈判 谈判你就是要给它一点时间 那然后呢 谈判的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就是妥协 我们觉得我们提出来的四个诉求 都是质地有身非常正当的 可是对菲律宾来讲的话 它很可能觉得说 我能够对这个四个诉求 怎么样能够绕一绕 不要全盘接受 我对我的老百姓 或者对我的执法的公务员 也有一个交代 所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不能够坚持己见到底 因为谈判的最高境界就是妥协 妥协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是大家让一步 但是是我让一小步 你让一大步 这个是可以谈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跟菲律宾讲的话 就是说你赔偿 假设是政府公传所犯下的错误 当然是你们菲律宾政府要赔偿 怎么会民间募款 他们把定外定在这儿 对 所以这个就很莫名其妙 道歉 你说因为你的政治处境 你承认的是一宗政策 执行的是一宗政策 所以你不方便跟我们政府道歉 跟我们人民道歉 我觉得我们也还是可以接受 这一点就不要 不畏己慎了 那至于说是成兄 那当然需要 对不对 这是一定要的 所以成兄的话 你们就是一定要 互相有谅解 才能够说 我到你那去参与你的调查 你到我这来参与我的调查 四月份我们虽然签了 台非之间签了这个 司法互助的这个协议 可是你要派人去调查 还是要人家同意 毕竟就是说 调查人家的国民犯罪的事件 是他们主要是有管辖权的 也无论是在对人管辖权上头 或者对事管辖权上头 他都可以管的 那当然我们来说的话 对事管辖权我们也可以管 对人管辖权我们是被害人 所以我们也有管辖权了 所以你可以跟他去谈判交涉 到最后大家能够就是说 和和气气的 就是说心平气和的来讲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错 这个都是要时间的 你怎么可能叫人家说 72小时里头 你要给我圆满的答复 这个不可能 而且我觉得我们政府 最最措施的一个机会是什么 因为有这个事件 所以菲律宾被迫 必须要跟我们谈 重叠海域的这种化界的问题 这是菲律宾一直躲避着 不要跟我们谈的 所以我们逮着这个机会 其实应该就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一谈好的的时候 以后就像我们跟台日之间 签的这个预约协议 那么在钓鱼台周遭海域的 至少某一个区域的捕鱼的问题 就是很清楚了 权力在哪里 界限在哪里 就以后比较发生摩擦的机会少 那就算发生了问题 也很容易知道 遵循哪个原则去解决 所以我们这次应该逮住这个机会 跟菲律宾来谈 这个专属经济区重叠的部分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焦点 就是锁在这个 承兄赔偿道歉这个上头 第四个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 蛮久可能没有这个管卫 管卫这个咨询 就是说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 目前看来最棘手的就是说 不要管是不是要逾越谈判了 也不要管说什么 什么道歉成兄赔偿了 现在这个沟通的大门是通通关起来了 因为台非之间已经是陷入僵局 一点交集都没有 这个该如何收拾呢 还有这背后的两大强权 中国和美国这个角色如何 这个角力又是如何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时事求是带你掌握全球进行事 那么针对台非冲突事件 在今天由美国议员声援台湾 那么这个是众议员布雷迪 制函马英九指出台湾要求菲律宾 道歉逞兄赔偿损失都是理所当然 他同时也制函非国总统艾奎诺 端促非国政府应该要尽速回应 那么布雷迪是透过了非国驻美大使馆 向菲律宾艾奎诺总统发出了信件 他认为台湾渔船遭到枪击事件 船只还有引擎严重受损 但非国公务船禁字离去 没有给予任何协助 非国应该考量受害者家属 要求的公平正义基于人道尽速解决 并且诚恳回应台湾所提的盗窃赔偿损失 以及逞凶等等的要求 好教授您怎么看待 这个是美国议员在今天的一个出面回应 那当然这个的影响力还是相对有限 对不对 根据这个美国官方的态度来看 当然有人表示总比没人表示好 虽然他的影响力跟行政部门比起来 是要差一点 但是有人伸援我们我想那总是 对马政府来说是感到比较安慰一点的了 好 那但是我们看到事实上这个 原来只是台非双边的问题 好那么现在其实显然已经转变成四方对局了 好那么加入了两个强权国家 一个就是中国和美国嘛 好那么不禁要问的说 因为目前整个是陷入僵局的一个态势 那么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美国是帮菲律宾撑腰的 好但是在台湾这边来讲 我们有没有办法灵活的利用外援 所谓的借力使力 就说一方面如何转换大陆的关切 那么另外呢像美国借东风啊 就说力促美国是不是从美国的角度角色来劝菲律宾让步 好台湾可不可以利用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微妙的国际局势 而且利用这个大国之间的角力关系 当然台湾在这个两大之间呢 两大一小之间呢 其实是可以有很多这个外交周旋的空间的了 那当然跟菲律宾来比的话 就是美国对这个台湾也好 菲律宾也好 虽然历史渊源各有不同了 但是利益是一致的 那么美国都希望维护 跟菲律宾和台湾的友谊 那么希望这个两个地区呢 能够成为它遏制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个棋子了 所以它当然不乐见这个台飞之间发生冲突 特别是军事冲突的话 那它就不晓得要怎么去解决了 所以它一直呼吁双方面能够和平解决这个纷争 所以在这点上头我觉得台湾呢 与其是说去争取美国的支持的话 不如去急降让美国非支持你不可 那急降的办法呢就是要用到大陆 那这一次事件上头大陆的表态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说是吃台湾豆腐 因为就它的立场来讲的话 一中原则嘛 那台湾跟大陆同属一中 所以台湾人民就是中国人民 那所以台湾同胞受到了这个伤害的话 那当然我们要出来声援要讲话 要叫菲律宾你要这个给个交代 所以大陆有这些动作呢 我们不必向某些持特定政治立场的人 去做负面的解读 事实上大陆这一次在这个部分 它也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非常小心 它完全不想落入菲律宾扯出什么 一中原则的圈套 对对对 没错 没错 就是大陆也好 台湾也好 其实都不想去理菲律宾的 所谓一中政策这个问题了 因为菲律宾就是想用这样做个晃子 小波嘛 然后就是可以炖掉了 你知道 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南海的地区 就是包括巴斯海峡跟南中国海 这个地区我们都有渔船在活动 当我们的渔船被菲律宾射击的时候 同时也传出来 我们另外两艘渔船被越南追击 对不对 后来就是逃掉了 所以在这些地区 我们都有利益涉入 那么我觉得我们不期待说 马英九做什么宣誓说 我们两岸在巴斯海峡跟南中国海 要共同的互渔 这个在当前的台湾的这个政治环境里头 马英九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为朝野看法还是分歧的 朝野看法不仅是分歧 朝野看法分歧那是天经地义的 主要的原因是马英九没胆 他不碰啊 不敢碰 他没胆 所以我们只期待就是说 马英九在这个地区的互渔上头 跟中国大陆有一种就是说 心照不宣的默契 那就是大家就是共同的来捍卫 我们的这个海域的这个权益 用这种方式 如果我们真的在某种情势之下 让美国解读出来说 如果我在这个菲律宾的 跟台湾的渔船的纠纷的问题上头 我如果太偏袒菲律宾的话 结果我是为中国大陆 为冤屈于把台湾推向中国大陆去了 所以在这个事件上头 我必须采取超然公正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去求美国 我们要去激将美国 让美国害怕我们做什么 所以它只好来做什么 阻挡我们导向这个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玩的一个游戏 有点像之前钓鱼台争议一样 最后在台日渔权协议 这个部分有那么一点点的味道在 它也就是因为怕这个 两岸联手护鱼 对没错 没错 那我 当然这一次我们看到 事实上美国 当然它一再布局 它就是 它的重返亚洲政策了 那么 很 这个国际现实没办法 怎么说这次的事件 因为华府有求于马尼拉 绝对是大于有求于台北 所以我们当然看到 就是说菲律宾它自己是老神在在 因为反正老美 这个美国这个老大哥 会帮它撑起保护伞 那反观台湾呢 我们一路聊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必须说 这个是弱国无外交 台湾现在也是有这样 弱国无外交的悲哀 还是不用这么的悲观 我觉得不用这么悲观 就从地缘政治来看 从地缘政治说 地缘政治来看的话 我觉得台湾 其实可玩的筹码比菲律宾多 因为菲律宾出了美国 它没有可能再靠谁 再来就是东协了嘛 对不对 但是东协之间 它们也有冲突嘛 是不是 所以菲律宾倒是没有 其他大国可靠 除了美国 别无可靠 反而是台湾 有战略第一位 我们在这个两大之间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杠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处境是比较好的 但是要我们的主政者 要我们的人民 认识这个筹码的 这个很重要性和灵活性 去操作它 如果我们的主政者 跟我们的民间的这些人士 政治人物 都认为说 中国大陆不是我们的筹码 是我们的负担 那当然你就跟菲律宾一样 你只能靠美国 那美国说东 你就要往东 说西就往西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看我们的认知 那我觉得 马英九总统和我们 这个台湾的人民 在这点上头 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国际局势是怎么样的 那你到底是应该 往哪边靠 你如何去操作这个杠杆 是对台湾可以争取到更大的利益 因为事实上大陆 乐意给你做杠杆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上头 台湾不要自己把自己的机会丢掉了 对 因为对我们来讲说 操作杠杆 激将美国 那么关键当然就在于 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可是这个对台湾来说 其实 由于台湾政府来讲 是在走钢索了 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但是我们必须说 就是说 在接下来 在这一件事情上头 两岸之间的合作空间 有没有 我们是要寻求 寻求共同施压吗 因为到现在当然 我们不会有这个实质作为 共同的作为 另外有一个新造部宣的默契 刚刚教授特别提出来的 施压 目前显然已经是做到了 那么接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合作空间呢 或者说 暧昧模糊的空间 我觉得在这个巴斯海峡 这个合作的空间可能 因为中国大陆 也不太愿意介入到这一块来 因为好像是他 当然他也常常穿过巴斯海峡 他的船舰 还有穿过这个宫古岛 这样子就是出第一岛链等等 他也这么做 如果他继续 在这方面 能够有一些这个巡弋的话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 很有帮助的 因为就是你提到这里 我想起来了 今天看到报导 就是说 这个当我们的海军 去到巴斯海峡 这个还有海巡船在那里 进行这个操演的时候 这是展示军力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艘 很少见的美国船只 也在当地 那后来就是 我们往 就是两个不同方向 就是错过了 你可以看到 美国人是在 透过他的这个船舰 在替菲律宾撑腰 所以如果中国大陆 也透过他的船舰 也不说任何话 不做任何动作 只是展现 呈现在那里 那可能就对我们 也就有相当的报道 还有一点我觉得 必须要指出来的 如果巴斯海峡 这边出了问题的话 下一个可能出问题的地方 可能是在太平岛 对 那太平岛的话 对我们来说那更糟糕了 因为我们补 补给起来 这个路线非常的长 非常的远 而且我们的海权力量 可能跟菲律宾来比的话 我们是它的十倍 可是我们跟中国大陆比的话 那可能是只有几分之几 差得远了 所以而且越南 就在太平岛的南部 虎视眈眈 而且我们守越南的 不是我们的军人 而是海巡署的人 人员在那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万一有情况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能够在现场 能够有所反制的 其实是中国大陆 所以有些事情你不要说破 大家心照不宣就好了 就是说分尽何几 最后捍卫的都是中国人的利益 要有这样一个了解的话 我觉得台湾在操作 这个区域的国际政治 争取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才有更大的空间 非常细节 今天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我们深入点评 那么同时 我们也持续带你来关注 台非冲突世界 那么也都希望能够圆满落幕 那么感谢您今天收看 时事求是节目 我是马千惠 我们再会了